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了17世紀 英國國王查理二世大力支持賽馬運動 後來還將賽馬運動 命名為國王的運動 到了18世紀 賽馬在歐洲更加成為 上流社會的主流運動 甚至到現在 在世界各地非常著名的打比大賽 都是當時發展出來的 18世紀貴族的女性服裝 我們可以試用馬麗王后做個比喻 另外在這個時期 有一個顏色方面的特色 就是他們很喜歡用一些很浪漫的顏色 你看到那套衣服 其實上面有很多雷士 還有一些花邊、碎花、花仔 這些都是當時他們很喜歡用來佈置的衣服 同樣是受到這個 當時在18世紀 有賽馬這個城市 當時的衣服 也都… 剛才我說的那件Riding Coast 因為由Y形開始 去到腳的時候 它沒有了… 不像我們平時的外套是平腳的 所以前面是多了出來 變成了一個好像方便了劇馬的效果 十九世紀 當時賽馬的形式和規模 經已漸漸和現代的賽馬非常接近 就連現代的婦女銀袋賽 也都由當時開始出現 其實不單止賽馬 我們今天常見的經典男士禮服設計 原來都是由十九世紀開始承認的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其實很多男士服裝的演變 已經在我們今天 差不多男士上面所有的衣服 也都會見到 例如有見到些甚麼 第一就是 當我們去隆重猛宴的時候 的踢死套 踢死套就是前短後長的 另外開始我們看到 就是真正正的西裝嶺 之前我們的外套依然都是一些高的嶺 現在就去到有嶺襟有嶺型 演變成我們今天新見到的西裝外套 十九世紀後期 即是大概一百六幾年至一百八幾年之間 現在這一套衣服 就會是一些我們叫做Buzzle style Buzzle就是一個罩 罩型好像之前那些裙架 只不過它的重點 就放在女士的臀部 所以你看到它在旁邊看 就好像一個H型 那樣的形狀 在這個時期 其實那些女性是很流行 去戴假髮 或者將頭髮梳得很高 所以帽其實是一個裝飾的部分 戴帽就好像換衣服一樣 經常可以去邊 又或者用的物料 可以配合自己的衣服 顏色和物料 就是這樣 賽馬這個活動 在以前來說 是一些上流社會的一個社交活動 所以在這個活動裡面 是看到很多美人和美衣服 引伸到現在 其實好像這個習俗都沒有變過 從時裝的演變 去重組對上幾個世紀馬場華麗場面 的確非常有趣 不同年代的經典珍貴服裝都看好 但不知道回到現代 在接下來的沙沙婦女銀袋日 女士們又應該怎樣打扮 才是最搶鏡的呢? 那就不如問問著著名時裝設計師 阿芭你意見吧 其實今季比較流行的是貼身 但有飄逸的剪材 款式方面都是以長身一些的 在剪材上都是以不規則的剪材 很多手工壓閘 而在錯綜複雜的壓閘上 我們加上蕾絲、釘珠、水晶 還有手工的花作為陪襯 阿芭不單為我們提供了 今季秋冬時裝的提示 還在自己雲雲眾多的設計當中 精心挑選出三套漂亮的衣服 給各位女士參考一下 這次我為大家介紹三二三 這件第一件我為大家介紹的是 上身比較貼身 而下身是比較飄逸的粉紅色的雪紋裙 我們在手壓閘上加了水晶 雖然是簡單但其實都是不失隆重的 第二條我為大家介紹的是黃色的雪紋裙 這款式有一個可以掛頸的設計 而在中間空前我們加了一些水晶 這條裙我們再配襯一頂黃色的帽子 或者加少許乳毛的話 感覺就會很好看 最後我為大家介紹的這一條 是用絲色釘銀色的裙子 它裏面是配襯了很多水晶 這條裙子我認為 如果能夠配襯一頂簡單一點的帽子 就會突然顯出這位女士的性感和品味 當日入場的女士來說 她們可以穿一些雪紡飄逸的長裙子 如果在衣服上也有釘珠用來搶鏡子 那也是最好的 又或者可以用一些印花的雪紡 來做同樣的款式 出來的效果又可以簡單又不失隆重 下一節回來 和大家投入今屆的 莎莎婦女銀袋日 一起魅力綻放 一年一度的馬壇盛事 莎莎婦女銀袋日就快舉行了 到時將會是衣香殯影, 非常熱鬧 希望到時見到你們 10月17日, 沙田馬場 莎莎婦女銀袋日 香港馬壇與時裝界的同步城市 記得入場, 一起鬥靚吧